不是 我跟你講 這髮型我真的是只有加修一修而已 那個小姐剪完了嘛 她就問我說那 你要不要洗 我說可以不要洗 她說可以啊 我說好那你幫我吹一吹就好了 不是 我是說用吹風機幫我把那個 髮屑吹一吹就好了 正在抓名單 有啦等一下這個 聊天的中間我會用遜雷不及言而的速度抽獎 好不好 二手的GS值得入手嗎 值得啊 怎麼不值得 車況好 GS很棒耶 當然選300啊 那200怎麼開得動 發電機要俏調之前有徵兆 有啊 燈會變暗啊 發動會不易啊 要不然就是用電表量 電壓不夠啊 就快GG了啊 阿翁 意思是阿翁剛才是用的啊 應該心疼的阿翁 要注意什麼不用啊 跑6萬正常來講應該不太要注意的啊 就看那個 應該機油量不至於吃太多啦 其實我覺得機油量這個東西很討厭 所以我跟你講買一些進口車二手的 尤其有點年紀的 吃機油這件事情 你很難去判斷到底吃得多嚴重 你例如說啦 有的那個B&W 他可能1000公里就亮油燈吃掉一瓶了 那問題是你在買的當下 我覺得很難去知道說 我跟你講你每個賣奧迪福斯 每個賣B&W的 你去問他說這台車會不會吃機油 每個都跟你講會 原廠已經一個機制出來 他們就是確定說這個 現在車都會吃一點機油 所以這個被二手車商拿來當作一種說法使用 有沒有你看 那個奧迪福斯交車的時候附贈一罐機油 他們新車交車就說他們車就是會吃一點機油 這是他們的設計 所以因為這樣當你去跟二手車商問說 這車會不會吃機油 所以他們回答會已經是一種順水推舟 可是問題來了 會吃機油跟非常會吃機油 跟超級他媽會吃機油 到底是這個要怎麼去判斷很難啊 所以我還是強烈的去提醒大家 你有時候買這種車 前車主跟你講我開得很好啊 尤其這種車常常偽裝在自售裡面來賣給你 你問他會不會吃機油 會啦還好啦 就這車本來我們車友每個都會吃 就輕鬆帶過 但問題是會吃到什麼地步很難 所以當你開了1000公里 800公里機油燈亮了 好不好 這個其實就是我常在講 就是買一台車 有時候像這種二手進口車要比較注意的 如何修到不吃機油 幾乎不可能 他會跟你講說新車 如果那台車新車就會吃機油 你要修到不吃機油幾乎是不可能 他可以還原到 讓你在每5000公里之內 不會亮油燈 我覺得就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狀況 如果是以一台雙臂的老車來說 老車我覺得是5年以上8年以上 如果你每5000公里不會亮機油燈 基本上我都認為那個是正常的 剛剛有人問那個尿素的問題有沒有 我這邊有做一些筆記 因為這個柴油的引擎 它廢氣的成分跟汽油不一樣 所以它排出來的廢氣會有一些 這個影響呼吸道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用加那個尿素是因為 有一個還原作用 可以把氮氧化物跟氨氣它發生作用 然後就是這個排出來的廢氣會比較穩定 這種方式就是類似那個觸媒的那個效用 減少這個因為柴油所排出來比較污染的一種廢氣 那通常現在車已經有觸媒了 你就不太需要去加這個尿素 那通常都是一些貨車 它沒有這個觸媒 以前的車沒有觸媒的這種車 才有需要去加這個東西 沒有錯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RX跟GLC怎麼選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都是上上之選 所以看你自己的使用的需求 跟你覺得哪個牌子你喜歡就好了 真的這兩個東西很難比 沒有一定的答案 兩台車我都覺得OK 原廠渦輪內卸壓有必要改外卸壓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 內卸壓的回壓比較好 那外卸壓會比較沒力 但是外卸壓屌的一點就是 你有卸壓法就會有一個聲音 那通常外卸壓除非你的渦輪是非常大的狀況之下 可能內卸已經壓力過大 你改外卸 但是通常你的車沒有改到那麼緊繃 壓力那麼大 用原廠的內卸壓就可以了 ROVER EVO跟Smartphone應該要賣掉哪一台 沒有啦這個不能這樣子看啦 要看你的生活型態跟使用狀況 要留大台留小台 其實這個跟里程 我覺得倒不是很有太大的關係 凱迪達克需要注意什麼 新世代舊世代 凱迪達克我也還在研究 我有買一台 可是我一直還沒機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也剛剛第一次買 所以也是要研究一下 才能跟你講 法國車拆空率真難煩 不要說法國車啦 義大利車也一樣 他們的造車理念就是 先讓它好看之後再來塞東西 所以它很多東西都很不能性化 這就跟德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裡 FIT更換安卓影音系統 開車會吃電瓶的電 會喔 你改一些有GPS的安卓機 或者是那個品質比較沒那麼理想的 真的是會吃電喔 但是你說要吃到 看你多久吃完啦 一般我遇到都一個禮拜就吃掉了 最近拍車子有一台飛翔的紅色準備要幹嘛的 潘達之前有拍過你要賣多少啊 現在還在研究要怎麼弄啊 SUPER CENTRAL當然是改款後比較好啊 因為那個變速箱問題就解決了啊 想改煞車指望畫線打動的碟盤 藍力片有差嗎 有差啊 畫線打動通風碟跟藍力片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輕升級維升級 再來金屬油管維維升級好不好 世代FOCUS5門好嗎 福特有沒有什麼頭上衣如何 有一些人說引擎最近有一些問題啦 可是你可能要研究一下做個工作 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我賣的世代到目前也沒有遇到問題 真的要好聽 也看看Jagga Type 3.0機械增壓 有啊 Jagga我本來也有在看啦 可是我對那個覺得是升級版的福特 我就覺得新世代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個人立場 我覺得新世代的Jagga已經失去了以前 古典Jagga那種感覺 包含它的內裝用料 他是推薦什麼牌子的施壓續跑胎 我沒換過我坦白說啦 我自己都換馬牌的 他沒有給我錢 沒有給我業配汽車咧 我是自己都換馬牌的啦 我覺得那個是最簡單最不用做功課的 至於哪一條你自己做一下功課好不好 以前我是有玩過一陣子音響 可是我覺得喇叭 因為車子隔音也沒有很好 就覺得音響喇叭 我就我後期對於 因為年紀大了其實聽力也不好了 沒有年輕這麼龜毛 所以年紀大了通常車上也都拿機油在聽而已 所以我對喇叭的需求很小 我那個開的那個我都開99.7那種愛樂網有沒有 然後開很小聲大概就是類似那個電梯的那個背景音樂 你去旅館有沒有 Hotel 有喔 Hotel 那個帶女生有沒有 你好兩位休息嗎 對休息 有沒有來來來來進去坐電梯有沒有 裡面那個淡淡清清的那種清音樂那種聲音 很小聲很小聲 我開車大概都開這樣而已 所以就對喇叭的需求就沒有那麼高了 前車在行進間執行的狀況之下以後車視角看到前車 前車的狀態是偏左會偏右的狀態 那定位跑掉輪軸跑掉啦 撞過的車啦 好有人在問案例我好像有準備喔 那我跟大家討論一下 等一下可是說啊有人啊 跟小溪說啊 吸信給我啊 說這個 小溪哥啊 山林的車是不是不好啊 為什麼我朋友都不建議我買啊 我說為什麼啊 為什麼你朋友不建議你買呢 他說呢 因為呢 朋友啊他本來要買Cold Plus啊 朋友說Cold Plus漲很醜啊 不要買啊 而且呢又不賴開 很容易就壞掉囉 是不是啊 不要買Cold Plus囉 小溪哥是不是真的像他們講的這樣子呢 我說不是的嘛 Cold Plus漲的好看呢 還是不好看呢 這個是每一個人主觀的感覺的嘛 是不是耶 不是你的朋友說他這個不好看很醜就是很醜嘛 你自己怎麼覺得呢 是不是 你自己覺得不錯 覺得蠻可愛的嘛 是不是啊 那你怎麼不去跟你朋友說 我覺得你老婆很醜的啊 你怎麼不跟他離婚啊 對不對 不是這樣說的 車你要用 馬子你要開的 不是 車你要開的 馬子你要用的 不是 反正這個老婆你要娶呢 你自己喜歡就好了嘛 是不是主觀的東西嘛 那照這樣子說啦 每台車都要耐開 那像Toyota可以買嗎 像Majita可以買嗎 不是這樣子的嘛 市場的價錢 就會反映出來的嘛 是不是啊 還沒開啊 所以這個Coblash的折舊就會比這個 Majita的啦 或者是Toyota的來的這個多一點嘛 你買就比較便宜了嘛 那因為他可能這個 比較起來沒有這個Toyota這麼的這個 那個Line開啦 省油啊 問題少啊 所以他這個A手車就會比較便宜了嘛 是不是啊 有沒有啊 有人就這些Coblash變速箱不太Line用的嘛 但是旧款的比較好的嘛 2013年以前的稍微比較好一點的嘛 大概就這樣自己喜歡就好了嘛 是不是啊 油電切大電起壞掉 建議換原廠再生電池 我最近很想學那個娘娘的泰國 那個要鼻音啊 我要再去揣摩一下 下次再學好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反正這個車是這樣啊 耐不耐開 或者是問題多不多 反映在二手車的價格 售價上面很簡單 你看一些車 為什麼他新車才賣多少 二手車怎麼還那麼貴 三年了呢 那代表什麼 市場接受度高 那他車子有他的品質在 有的折價很多 你還反而你不敢買 所以我覺得這個朋友是這樣啦 朋友搭這個 藝人一張嘴巴 說法很多啦 這個有一個粉絲跟我們分享 一個觀眾跟我們分享說 他老婆的車去撞到 當初他是買新車的 因為撞到了要爆出險之後才發現 當初業務賣給他的等級不符 比如說這台車他的頂級車要80萬 便宜的車可能是60萬 那當初他買的時候是以為他買的是80萬的等級 那其實業務騙他是用60萬的等級 可能加一些配備賣他 而且這台車還領過牌 當新車賣 開了五年都沒有發現 當初他是用高階的錢買低階的車 所以保險公司在保 當時在這個保險每年在續保的時候 保費都是用60萬等級下去保 不是用80萬等級去保 好都沒發現 就這樣過了五年 車撞到了要爆出險才發現 保險公司的理賠出現問題 他說你這個車 我沒有辦法賠到你這個金額 為什麼 因為當初你這個車的等級就是低階的 他說不是我們是買高階的 他說而且你這個當初就是二手車 去把資料全部翻出來發現 第一個高階變低階 然後買的時候是二手車 說是說新車 小師哥請問是不是沒商到大梁就不算重大事故車 我有講過其實在那個鑑定協會的一個認定是 大梁要壯進一尺才叫重大事故車 那基本上現在的定型化契約 已經把它稍微擴張成 沒有所謂叫重大事故 就是事故車啦 重不重大不管 只要你換了板件 切燒焊 我們都一律就是列為這個有事故 那所謂的重大的界定 以以前的法規是大梁一尺 所以你要去說 如果沒到大梁就不算重大事故 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還是屬於事故 你只要換板件就是事故 只是輕微而已 我要怎麼抽呢 我看一下 這個我先業配時間 這個我們的謝謝乾爹 請去夢天堂 謝謝乾爹 Ultra-Z3行車紀錄器 混血黑人香片 蝦皮有在賣黑人精神的帽子 然後這個當然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供應我們這些獎品的夜貓電玩來 刷一排夜貓電玩 刷完我就開抽了好不好 Core Plus哪一年份比較穩 我要越新越穩 你2016以後 越新越穩 認真硬要比的話 13年12年的那一批 相對是也算蠻穩定的 或是16年之後 那1415年其實因為他比較便宜 但是他變速箱要回廠做一個修改跟更新之後 其實就也還OK啦 反正我是覺得以一台代步車來講的話 他算是很便宜很超值了 很穩定的車子 你想想看一台15年也才6年7年車 賣個20幾萬 我賣很多我店裡面超多的 因為那個車 我跟你講你看我店裡面一直在重複賣的車 或者是重複率很高的車 那個車就是可以買的 我跟你講一個觀念很簡單 因為我很討厭囉嗦 所以我不希望你車買回去一直回來煩我 所以那個車如果是一台問題 小毛病很多的車子 我也不想賣 我覺得問題很多 然後我就這一次兩次 幫客人把這些問題處理完之後 我就再也不賣了 所以我才會有很多車不賣 那有一些是我賭攔他我不賣 一連船不賣 為什麼 就是很簡單 我就是覺得不想賣韓國車 就這麼單純而已 不是他不好 是我覺得有其他我覺得比他更好的東西 我少賣一個品項 我不會怎樣 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原因 好不好 Lasus方向盤有那種核桃木 覺得難看可以重新包皮革 可以 可是你有時候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基本上如果Lasus 他方向盤有核桃木 你的中控台門板都是核桃木 所以你只包方向盤也很奇怪 新車怎麼保養新的皮革 讓他不要老化太快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那個 一般來說要去塗油什麼 我都覺得不要 我覺得就定期的用那個 稍微有一點點濕熱抹布 去擦他就好了 小獅怎麼拒絕婚後誘惑 永遠更好的美 怎麼可能 來來來講到這個來 我跟你們分享 你是覺得永遠都有更好的美 但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老婆沒有在旁邊 好不好我認真講 我覺得女孩子也會有這種想法 我會越來越老 你男生嘛對不對 女生有時候 男生有點錢有點年紀 女生再年輕好像都OK 有沒有那種感覺 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 他會覺得說那我會越來越老 可是我跟你講那不是重點 我們現在 現在長到這個歲數 我們的生活的作息是這樣子以後 忙工作啦 開直播拍片什麼什麼 請問我到底有多少時間 再去適應一個新的人 你活好這個年紀 你就會更發現 漂亮的事物 背後不一定是美好的 你今天你找到一個媽很漂亮的 身材很好 你覺得很好的 在我講不一定 妹妹咬一堆 我缺的就是時間 我要去配合誰 我很忙耶 你知道意思嗎 我要花那個心思 去配合這個人 我今天我要找一個小三 媽的 我做一件事情 不能正正當當 我要他媽的 畏畏縮縮縮 鬼鬼祟祟 把我妹妹說 我要處理固車 跑出酒店 媽回來 總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壞事 我跟你講我個性就是 我不欠人東西 我行的正做的端 沒有在騙人 沒有在唬人 我賺應該賺的錢 所以我今天我做生意 才會這種態度 我就不想浪費時間 我有時間去 為了送五分鐘十分鐘 我背後我要付出多少的時間來圓黃 來搓這個湯圓 來想這個辦法 自己心裡也不踏實 又怕翻船 哪一天 你們賴群組收到小獅的性愛影片 女生他媽的 拿一個手機趴在那個鏡子有沒有 後面一個人在那裡 有沒有 拿著屁股翹起來 後面一個人 媽媽 鏡頭還一直搖 鏡頭還會一直搖 有沒有 鏡頭還會一直搖 拿不穩嘛 後面一直攏 台北在地攏 台北在地攏 對不對 我看到我那麼累幹什麼 我現在生活不是很好嗎 我有自己喜歡的車 我有一個家庭 我有小狗小貓 我有員工公司 所以我說 現在的重點已經不是在於什麼 我要去找多青春的肉體 多漂亮的什麼 嫩妹什麼小的 我們人生的重點已經 不把那個當成重點了嘛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是這樣 我覺得 你像我老婆 我都覺得這種事情都這樣 男人有時候就是這樣 搞不好我以後 對不對 我現在他媽的我跟你講 人都是這樣 搞不好我現在講得很好聽 有沒有 不要相信我 不要相信我 好不好我現在搞不好講得很好聽 以後有沒有機會 我不知道 好不好 不過我是以我現在的角度 我是認真是這樣講 一個女人把青春都奉獻 在你身上 從你沒有錢 過得不是很好 然後也沒有要求什麼 慢慢的一直到 可能不要說很有錢 就是衣食稍微無缺 你一個男人賺到錢了 你就把這女人 放在一邊丟掉 我覺得這樣 不是很有道德的一件事情 我是這樣子覺得 反正我是覺得這個性問題 我們就怕死 怕被抓到 很簡單 也可以 我們就怕死 怕死就不要做 簡單講就這樣 目前 目前不會想要花這些時間 在那件事上 其實未來我覺得 我覺得也許我公司 如果更步上軌道 大家員工 這個更能夠掌握公司 那我自己慢慢多出來 我有多出來的時間 幹嘛 休息 帶老婆出去吃吃喝喝走走 帶小狗出去走一走 我就覺得 我現在省下來這些時間 我覺得我就去做這個事情就好了 我也不會說 我現在 有點錢 有點閒 把老婆丟著 自己出去亂搞 很可憐 最近好像 沒有什麼看到艾董的作品 可不可以讓我評判一下 艾董你要不要 你假設您這個有空的話 因為我知道你的正職 你脫口秀只是興趣 如果您正職的這個 忙碌的生活允許之下 請您來做一個車上的脫口秀 你覺得如何 其實我當初 脫口秀對我的啟蒙蠻大的 他很久以前 大概一兩年前 我就開始有在陸續看他們的影片 那我那時候就看這個脫口秀 那因為我一開始在拍攝YouTube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剛開始做 所以我很認真 你們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年輕的肉體 這個挺拔 濃牽合肚的身材 這個聚精會神的樣子 認真的表情 在跟大家敘述著 買二手車該注意什麼 結果呢沒人看 沒人看 沒人看 然後我當然我那時候剛開始做YouTube 我開始看了很多YouTube影片 然後那時候就有開始看到這個脫口秀 後來就可能突發奇想或什麼 我就覺得說 那如果今天我在講這些車 因為車評 有時候我們聽車評也是都 很無聊對不對 看久了 因為不是說很無聊 他們很認真在做他們的job 就跟老師一樣 老師也很認真在做他的job 可是我們看著就看著上課就想睡覺 對不對 然後就看了些脫口秀 然後想說 是不是能夠跟車做什麼樣的結合 如果我能夠具備他們這種能力 但我現在還不具備 我坦白說 因為我認為那個是一個很厲害 就是他們要寫這個稿 然後那個還要他媽的呼應主題開頭 前後呼應這樣做結尾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全方面 而且要把那個整個東西背起來我覺得超強 整個稿子5分鐘 10分鐘全部都要背起來 我覺得好厲害喔 所以那時候我就看 我說那如果說我有他們這樣子的魅力該有多好 對不對 車上有脫口秀 而且這個脫口秀 我們已經把題材給你了 題材就是這台車 因為像他們講脫口秀 他們是一個生活觀察家 他們必須在觀察他們的生活 注意他們的生活周遭這些人事物 然後發現發覺他好玩的部分 然後再把他加以的這個修飾變得更好笑 他們要去找題材 但是我有題材 我題材就是這台車 那我如何在講這台車的過程中 可以像他們這個樣子 把好笑的東西加進去 然後讓大家看得不會無聊 覺得可能用一些比喻的方式啊 用一些舉例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可以很像親身經歷一樣 感受到這個車子 他吸收到東西他會覺得好笑 set up and punch punch是那個來口 沒有那個胖子 那是胖子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覺得那時候我就開始看 之前這個老粉絲一定有聽過 博恩還沒有紅之前我就私訊過他 而且他有回我 那時候因為我看他們這一些 很多脫口秀之後 我就發現有一個博恩好像 蠻不錯的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紅 還沒有什麼大奶微微 在他小的時候 我就私訊給他了 我就問他說有沒有興趣就是問他的價碼 來做一個這種 比如說介紹車或是這種脫口秀的業配 跟我車子有關係的 然後他有回我 然後他說那多少錢 我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有興起這個念頭 找人家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費用 我就問說那你沒關係你開價看你覺得說 我們來討論看看這個時間跟金錢 後來就因為他也沒有講錢 我也沒有不知道多少錢 他說他也不知道多少錢 最後就不了了之 之後他就紅了 然後就沒有了 所以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覺得這個人會紅 我認真講我不是在馬後炮 我搞不好找我的FB的對話紀錄 應該還有 不是要蹭不是要沾光 我是說那時候我就因為看這些脫口秀 我就有做這個動作 我就在想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年輕人好像蠻不錯的 然後我就有找過他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脫口秀 大家可以多去看 很紓壓 而且每個脫口秀演員有不一樣的點 不一樣的梗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幽默這個東西 有些人說我覺得你好幽默 其實沒有什麼幽不幽默 有些人說自己笑點很高 有沒有你周遭有沒有這種人 笑點 你們這種低級笑話 我是不能讓我笑的 這個這樣也好笑 這有什麼好笑的 我跟你講 會講這樣的人 不代表他的笑點高 他很有sense 不是 而是這個人的幽默感不夠 我覺得幽默感就是 你覺得你身邊 如果那些覺得他有幽默感的朋友 就是他很常笑 就那麼簡單而已 有很多東西 我講的不好笑 可是我自己笑了 你們就覺得很好笑 類似這種感覺 你常笑就有幽默感了 登登登登登登 欧覽の番組は 幸好しい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 Ultra-Z3 上司夢天堂 臨在美金索 愛我的光沙 愛我的光沙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也聊得很開心 抽獎也抽了 要度過了一個開心的週三 好不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1 2 2 5